各位好,这里是KarCrosis,一个新进的Winmini用户 昨天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他说可以通过关核的方式降低APU在低功耗状态下的抢电问题,由此改善游戏的表现 虽然Windows的口碑人尽皆知,红蓝两家的核心调度能力也是一言难尽 不过,我还是抱有一丝的侥幸认为无论是硬件方的Intel还是AMD,又或者是咖喱厂微软,都不会在如此初级的核心数量操作方面出现纰漏 口说无评,为此我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简单的测试 首先,系统情况选取了出厂搭载的Win11RH2 功耗控制方面选取了大家最常见的体感助手 离电TDP15W开启GPU浮动优化,关闭锐屏 尽可能减小CPU核心的额外功耗,以此来验证核心的耗点情况 测试的游戏选取了赛博朋克2077和古墓丽影暗影 一方面,这两款游戏都有着十足的GPU压力 同时,大场景模式下也会给予一部分的CPU压力 很适合进行强调后的APU综合性能测试模板 另一方面,自然就是他们都自带了Benchmark可以偷懒嘛,大家懂得都懂 游戏的画质基本以中画质为主,保证给足780M压力,可以让它沿着30帧来跑 这也是追求极致的各位玩家较为常见的一种游戏策略选择 数据记录使用的是HWinfo自带的Log功能 我们先简单过一下2077和古墓丽影的测试情况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首轮测试当中,我们的CPU保持在原生状态,也就是8核16线程 之后,我们用Microsoft Config将核心数量砍半 重启后,CPU进入了4核8线程模式 我们再来跑一下游戏测试 测试之后就是一些令人遗憾的结论 8核16线程时2077的平均帧率约为37.85 而4核8线程时大概是37.82 基本可以认为这浮动误差 根据记录的核心使用率来看 2077对于CPU确实有较大的压力 若核心数量砍半 那么CPU的使用率会飙升不止一倍 这也间接说明了2077对于多核确实有较好的线程核心资源分配 亦或者是Windows对于核心的调配也足以应付此类游戏 完全可以按照负载分配计算资源 而不是傻傻的耗电 古墓丽影的测试结果依旧类似 8核16线程的平均帧率约为32.02 4核8线程为31.43 CPU核心的使用率刚好提升了一倍 帧率也在误差的范围内 总结一下 现代的Windows对于现代CPU的线程核心调度 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了日常的游戏需求 关闭超线程 关闭锐屏 确实会缓解APU的抢电现象 但是关闭CPU核心有些了胜于无 保持默认的CPU核心数目全开 然后去进入你喜欢的游戏 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本次测试收集的原始数据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公开 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可以点赞投币来支持 这里是新人UP卡Croshes 喜欢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各类测试 各位如果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看的内容 也欢迎留言互动 那么我们下次测试再见 真的你别说这个东西直接用来见机 好像效果还可以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省虽儿 感谢观看